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的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这节目主席Larry 这一节又回到军武器言,Crossover,科学新智 今天我们有陈博,陈博你好 Larry你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谈一个话题 话说我最近跟陈博士聊天 接着我说了一些新奇好玩有趣的东西 其中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军工大学 然后他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讲一个东风的导弹 如何去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 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不过我们看到他推出了一个系统 叫做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 叫做中国自己制作一款兵推系统 所以我又去看看 究竟他的兵推的实力去到哪里 当然他里面牵涉了一些数据 我和陈博士一起看 他里面有一些数据 我当然不懂 他有问到陈博士 给我们一些意见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都要做一做 第一,要讲一下这个模特 究竟如果中国的东风导弹打航母 会产生什么结果 第二,就是产生这个结果 他们需要用多少资源 和牺牲什么才能做到 第三,就是这个模特 他本身想暗示一些什么能力 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差距 甚至是中国常常强调 他们的反介入区域拒指 A2AD的优异之处 或者不足之处是什么 当然到最后 我和陈博士一定会评论 这个模特有没有他的信心 可不可信 有没有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当然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帮忙给点赞 也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军武器人和科学生志 多谢大家 好,就先进正题 他有一个冰推模特 首先我们要轻轻地说一下 这个研究 他内面做的事 就是他的目的 很简单 目的就是要看 究竟如果他发射反船飞弹 大家知道 他们的反船飞弹 不像我们纯粹北约美国那种 在海上巡航那种的飞弹 而是用弹道飞弹那种角度 由天的顶上打下去 他提到这种模式的反船作战 包括他要做多少的齐射 多少支飞弹 中间要不要做D-coy有敌 要射多少飞 这就是他们如何无疑去打击 有效打击到战斗群的情况 他们有个假设 就是在台湾以东 大概是175公里至180公里左右 那个距离 那个是港独名过程 港独名这就是一架 美国的福特级 是港独名的 福特级 针对着最新的那架 里面有一架是巡洋艦 当然是一个厉害的巡洋艦 有四架至五架的DDG 就是普通的神统驱逐艦 就是这样做 不计计任何潜艇 也不计对方会用潜艇偷你鸡 那些他都不说了 纯粹只是说 中国就是红阶 对面就是蓝色 就是红方、蓝方 他们设定一个阵地 就是在中国大概 我们观察大概在江西 或者在江西阵地 在安徽 或者在湖南 这些入少少的地方 再发射这些飞弹去做攻击 对加上 我们说到 美国那边的巡房 就会有 包括航空母艦最后防截的飞弹 巡洋艦一些拦截的 可以拦截到弹道飞弹的飞弹 驱逐艦也是 再加上一些干扰系统 这些干扰系统的数据 当然是难拿一些 中国那边可能也有一个假设 最后整件事得出了一个结论 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 中国只要大概射到18点多的飞弹 就一定能打爆你的航母 而命中率 有一定的命中率 所以大概 如果我们粗一点 大概射20支弹 就一定能打爆你的航母的战斗群 这是其中一个挺有趣的结论 中间要有一些有敌策略 有时真有时假 去影响对方 也要针对对方的软性防御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电子干扰系统 中间要有一些东西去结合 去引诱他们 结论大致就是这样去说 所以陈博舍说到这里 首先想问 就是他当然有他的假设 就是整件事 就是说他红蓝作战双方 有他的策略 你有没有看到整件事 如果你觉得在做study来说 你如何评价他 包括他的设计 他里面用的 他有公式 还有你觉得他的数据等等 你有什么讨论 我很简略说 我这些人 首先我不是看开军事非法的人 但是如果你给一个这样的论文 给我 里面有个 最初的责要 中间有些方法 之后就有些公式 最后有个结论 其实你会发觉 那个逻辑 其实你去论一件事 那个结构差不多 所以拿着这种mindset 去看看 究竟这篇论文 他想说什么 就是 最初就会看 哇 他是说 你可以 中国有能力打沉了美国的航母 这样 这个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中心结论 我想 这里要很明白 他这篇文本身 想企图去拗那样东西 是什么 然后你才决定 就是说 哇 是不是现在 美国航母要把上 要屈服于这个导弹那里呢 这个我也是要解释清楚 给大家听 首先 Larry 你也有看到 他里面是 说着一个 红蓝双方的无意对抗 其实就是中美双方 他里面也没有提到 红方 就是中国那方 会是用一个 什么的导弹 但是我唯有 大约去猜 好了 由那些参数大约去猜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 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 他都没有需要公开 尤其是在一个 无意作战的情况 他只需要用那些 大约的参数 他没有必要好如实公开了 他现在有的武器 是究竟 那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 比如速度 他的命中率 他的优道系统有多有效 那些 他全部可以给一个弱数 就可以了 而且在这篇论文里面 他一达就达出了数字 我那个成功的命中率 就是80% 接着速度大约就是这样 那背后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就无从得次 如果这样说 是不是代表他做的事情 完全没有意义呢 又不是 我就会说 你要看他们最后 想 他结论一件什么 其实这篇文 整篇是讲一个 导弹战术的文章 他是希望 告诉你 你怎么去善用你的导弹 就于是达到你 可以攻击海上目标的效果 你就算有同一批货 你立刻怎么去射 怎么去用 是导弹发射战术上面 变成哪一个有效的战术 就是说不好听 你射得多 你命中的机会总会是多的 我讲到一个很夸张的篇 你如果有能力一次射一百万支 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 航空母艦艦隊能否定得住 所以任何的 你也要很清楚 美方他们的航空母艦战斗群 他们本身的防御能力有多少 你要精确地掌握这个参数 然后也结合着 他们这种策略就是 你要有有道的导弹 然后重要的是 不要说是逐支順次追射 是需要某一程度的齐射 齐射的意义在哪里 当你去防御的时候 同时要承载的运算量就会很大 希望有些又快又多的东西 令到你自己也计不住 于是乎就走漏了一支半支 于是乎就被命中 要打击这些这样的航母战斗群 我会说几乎你大约就要这种 你就要考验它的防御 那个运算能力 就是很重要的 当然假设它本身 已经是很有能力去精确计算的 但是任何运算的 它总有过 它自己的计算运算负载的限制 你能够考验到这个限制 你就有了能力去突破这个限制 于是乎就能够打击到那个航母战斗群 但是这一点就是说 不用质疑了 但是问题就是 你的导弹要有多漂亮 那些参数有多漂亮 然后你的战术有多漂亮 你才能够尽到这个限制 它其实最忠心是讲的这件事情 就是最后你想打到 想打不到 那心里有数了 你在现阶段的导弹研发的时候 要不要做多些事情去改进呢 另外就是说 在你的战术上面 会不会有些 我们旧有主张的战术 其实是没有那么有效呢 我现在这样模仿的给你看 同一批东西 我用一个新的战术 可能会更加增加我们的成功打击率 那其实它是 就是我会说 它是在推销一个战术 和它应该有多多少少暗地的原因 就是希望 能够获得更加多的资源 来去改进它们的导弹 也都不出奇 是 因为我们观察到 它似乎是 那篇章集中 就是说东风飞弹的性能 就是说它打击到的情况 那当然它有些 它这么说 它整篇都没有提过东风飞弹 整篇都没有提过东风飞弹 它只说A和B飞弹 A和B飞弹 但是街外人猜 每个都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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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它说到 美国的防御系统 其实它有粗略说 大致是如何去打 但当然 如果它纯粹 只是根据它的数量 的飞弹 其实它不是很惊人的数量 能够打击到一个航母 十几支 十几支 二十支都不用 但是根据我们惯常观察 如果一个航母战斗群 它走出来 而且根据它们假设的模特 是说一手的巡洋艦 里面可以射到122飞弹 当然它不可能全都是防空 但可能防空飞弹都占一半 接着我们说 阿里巴克级的驱逐艦 有四至五隻 其实这里说 只是防空的力量 大概有三百支的飞弹 可以准备去拦截 而美国是有数据的 即是我们看到它去拦截 这些弹道导弹的情况 就是我们说SM3等等 拦截率我们当是一半 我当是很差 以往通常是七成合格 我当是一半 起码是两飞换一飞 或者可能要预算三飞换一飞 但其实还未去到 overload 到对方的导弹系统 所以我也有一个疑问 它的研究度 是否造漏了某些部分 还是它真的觉得 特防上有什么秘密的数据 我们真的看不到 那支飞弹做一种潜力 无论你多少支飞弹 你都难过不了 那在这里 又要讲这件事情了 我想现在 你就这样看中方的文章 其实不容易回答到这个问题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这些文章很多东西是 就是自己给了一个数字出来 它也没有再解释 这个飞弹A、飞弹B 它的能够成功命中率是80% 为什么是80%呢? 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 你的命中率 其实很视乎你自己本身的 那支导弹的那个导引的能力 以及去排除干扰的能力 也都你要考虑 就是对方那种干扰能力 以及那种运算能力 你要考虑在内 而这些数字是可以随着时间变的 而你要更加准确地掌握这个数字 你问我呢 是应该要是实际的电子对抗 去拿这个数据回来的 如果你说这些电子对抗 它们一定有做的 那它们做得不仔细 从而得出这个80%呢? 那这个就是需要再 你要有其他地方去拿了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这篇文章 它纯粹是想推销它的战术的话 它是没有责任去如实公布 这些开头的假设数字 是真还是假的 而且它也不会作得太假来骗自己 但是它可能不妨 把数字作大一点作漂亮一点 然后就是吓吓你也好 或者就是鼓励我现在国内 就是更加快卖进这个目标也好 明明实际上我的实战 无以对抗 我的打击率可能只有50% 还是70% 但是如果你努力 将它提升到80%的时候 那我这套战术就大派用场了 那其实它和它也有意图 可能去说这些东西 首先就是你也知道 就是中方处理这些军事数据的时候 很着重就是要展示出来 隐藏自己的实力 所以实质虚知虚实实知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那我会首先假设就是 它没有责任去如实公布 它那个东风21D的导弹数据 所以这里讲的导弹A 它实际上有多真实反映到 那个东风21D的情况 是不是代表东风21D能够做到这个参数呢 那这样是存疑的 但是我会说 它都成功去说一件事 就是说那个 十几支齐射 然后还有一些有道导弹 分批齐射 这一种这样的策略 是有它可取之存 而它的可取之存 也体现了它背后一个模型 但是它的数学模型 你问我呢 它究竟做到有多复杂呢 这里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看到 那它那个叫做墨子 墨子系统 就是墨子攻略的墨子 墨子系统 我想它意味是墨守成规 墨子最擅长就是做 墨子整个本身在春秋时的预言故事 就是它在别人面前做兵推 所以冨推系统就是用墨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背后这个程式 它写得多仔细呢 这个呢 你无论在美国同类的报告 或者在中国同类 它都不会公开任何这个系统 是有多仔细的 它里面给了一堆方程式 但是你如果眨眼我看这堆方程式 是很普通的机率运算来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统计学的模型 多于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牵涉到 很复杂的一些类似是数学方程 一些比如去到微分方程 去到一些叫做动态描述 你这个军事系统的模型 我暂时看不到有这样的痕迹 在这个研究里面 可能墨子系统它本身 有些更复杂的程式在里面 但是似乎在它这篇文章 去展示出来的那个运船 其实是一个很 牵涉到很简单的参数 放在一些很简单的公式里面做运船 如果出现的战争结果就是能够做到这样 这个我会存疑 所以我又想起最近乌克兰 它能够用到外国者的系统去拦截备手飞弹 那个拦截率也相当好 差不多是百分百的拦截率 包括之前是拦截的一飞 之后又拦截了六飞 它是说六飞是齐射的 齐射六飞 它都能够用它的系统去拦截 那么很明显 那六飞一定是针对基辅 因为整个瓦克兰只有基辅 有外国者 即是齐射 齐射基辅 那六飞都能够拦截 大家知道 匕首飞弹比东风21 绝对更厉害 特防性更厉害 因为它是高超音速的武器 也是大气层里面 那个轨道的预测 比弹度导弹更加难去做预测 所以你会觉得这篇文章 我们看到是2023年 尤其是这个季度出 你觉得会不会有些少少保飞的位置 又或者是告诉大家 东风飞弹就没有匕首那么差 你不会以为一难到匕首就很糟糕 我们齐射十八飞 你都挡不住 你觉得有少少少保飞的意味在那裡 我甚至乎 我会倾向说没有 首先你不是说的 东风飞弹会不会必然比匕首更厉害呢 这件事又要很有趣 如果你看看东风飞弹的一个参数 它甚至乎有能力做到十倍音速或以上 甚至可能在说十倍 它作的数字就是 它现在做了一回事就是说 是否代表着15倍音速的东西 就一定比5倍音速的东西呢 那你要小心了 还有一些比较短程的飞弹 和中程的飞弹 是不是一定长程比中程比短程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熟悉这些武器的时候 你很容易有个答案 其实你要因应不同的场合 是适当地用长中短程的导弹 在乌克兰这个例子 其实它那些导弹 都未必说得上是中程 它可以用中程 就是你在一个 俄罗斯领土深入一些地方发射 但是其实如果说 由俄罗斯射去基辅 你短程导弹其实做得到 是不是? 那短程导弹来说 它往往的速度的参数 特意不会做到太高 为什么呢? 你做得太高 就是你做五倍音速好 还是十五倍音速好呢? 就不是说越快越好 你如果有十五倍音速 最大的麻烦就是 你的变方向的能力就会低了很多 于是你的轨迹被预知的能力 被发现、被追踪 被预测到你的轨迹 那个可能性就会提高了 所以反而是短程一点的东西 你也会喜欢用一些灵活度高一点的东西 其实美军的那些巡航导弹 都是三倍音速 甚至音速以下的东西都会有的 为什么呢? 就是它低速一点的时候 你又不是那么容易难到 之外我也都可以变化得很快 你快的话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如果你忠情导弹 我是需要快一点的 因为我想快一点 令到你少一点时间去计 但是牺牲的代价就是 因为你飞得忠情 又要有速度那么高 你携带的燃料又要多 于是乎整支也会重一点 你最后又是会影响到 你那个变轨的能力 那当然了 你可能会知道 真真正正能够做到巡航效果 就是说那些速度应该可放可收 甚至乎它自己本身有引伸能力的 那如果说这些高超音速的巡航導弹 的引伸能力呢 其实都有个问题在那里 就是你如果说美国呢 它都不是这几年停在那里 能不能进去搞的 无论是在那种工防对抗实践 即是在实际自己模拟去对抗 还是去发展那种偵測能力那里 它继续有它的提升 其中一个很简单物理学的原理就是说 当你去到那么高超音速的时候 其实出来那个东西很热的 于是乎是热到一个地步 你是可以用日造卫星很容易 摘到它的讯号为变 所以你的追踪 就变成了很容易有一个 可以被观察到的数据 去追踪到你的东西多快射过来 如果你说的由江西或者是安徽这些阵地 射到这个台湾以东海峡 就是说的其实你预计可能都是那些公古岛 石门岛那些地方 那个距离大约是以千公里计算 中程导弹Cover的距离 它们的速度是每秒可以做到十公里 你可以按照计算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以分钟计算的反应时间 其实这个很典型就是说 美国的防御系统 如果你给它这个以分钟计算的时间 再加上人造卫星的讯号去协同的话 它就有预测轨道的能力 也都如果你可能会变轨 也都因应着你的导弹本身的重量 也都知道你变轨的范围大约在哪里 就是它最后出来的范围就是 好像你那些报道的台风消息那样 它就会是一天后两天后三天后 大约就会散到多少呢 就是那个大的范围 那个纪律分布会是怎样的呢 就是它最后就算了这个结果 好了 到最后就是说 它现在说的这些东西 是为了想咬什么呢 它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说到 自己的东风21D飞 那个A飞弹是比备受的呢 至少在这篇文章里面 你没有办法证明得到 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得到 它始终最简单的那件事 它是想说战术 你有这个导弹的时候 你用这个导弹比你不用 其实就是这样的 到这支导弹 会不会是其实已经最后废到 是美国完全防止了呢 它这里是没有责任去答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呢 你纯粹看清 就是如果是认真去对待 它自己本身这个文章的流程 去最后的结论呢 对于它是不是有真正实力 有没有适当的材料 去打击美军的航母呢 还有它有没有做多少实际的模仪 或者它有多少实实地 去反映到它模仪的数据呢 在这里其实就是 完全是未知数来的 好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轻微的结论 就是其实你说以往 美国他们也有这些兵推的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 美国的兵推和中国大学做的兵推 可能第一就是 这个就是Thorst那些 还有陈伯我们看到 也是挺业致的 通常美国佬这些 做大概百多版 应该这么说 今次这个研究 它是不是真的要很忠实地 用到一些 严实上兵推的数据呢 它没有必要 它没有责任去做这件事情 是的 它甚至很忠实 告诉你 它会被人说 你洩楼国家机密 所以我会觉得 它基本上是 我没有办法 能够很认真地对待 它最开始的假设 明白 但是我肯定的是 如果它背后真的收起 这一手 做得到这个参数 的话 最后这个策略 就真的对美军有威胁 是 这个只能靠估计 不过美军 它也是会尿敌重宽 它也是会估计你 实际的威力 比书上写大的 它也会这样计算 它有些位置走赚 以及它发展的武器 最多是估大了你 就更加能够抵御你 就好过我估差你 然后最后做出事 这也是英国和美国这边 他们发展的武器 例如我们看到的高策略武器 英国和法国 美国也是在发展 英国和法国 也有高策略武器 未来的能力 可能会比较比较更好 因为他们知道 你这种情况 跟着你的規模来做 原来你做不到 他做到 那真的有个分别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作用 还有我们看 美国那边会如何回应 暂时没什么 中国这边 它推销飞弹的情况 会不会 将来对它的导弹政策 产生改变呢 我们军部器人 都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好吗 今天先谢谢陈博士 大家记得 最后未订阅的朋友 都记得免费订阅我们 还有记得 就给like我们 好 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聊 再见 拜拜 拜拜